那个卤 卤肉也不能吃 第六 狗肉 哦 那个有些人喜欢 吃香肉啊 吃狗肉啊 这个东西不能吃 第六 狗肉不能吃 第七 狮子的肉也不能吃 第八 狐狸的肉也不能吃 狐狸 第九 猪肉 这个问题大了 台湾人专吃猪肉 印度情况怎么样 我们不得而知 在佛寨寺的时候 如果有猪肉还不能吃 那好麻烦啊 能不能减着掉啊 第十 猴肉不能吃 猴子的肉也不能吃 那么除掉这十种肉 其他还有什么肉啊 鸡呀呀 姑娘也不多啊 猪肉不能吃问题很大 因为普通一般 吃肉的多数都能吃猪肉 啊 既然还要除掉这十种 可见佛呀 他并不叫人吃肉 如果可以随便吃肉的话 啊 何必拢来那么多的条件啊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尤其猪肉不能吃 叫他们吃什么呢 所以在佛的意思就是不准吃肉 这是开头方便不得已 啊 这五经说清楚了 我先顺着文字啊 做个说明 先按照一般著家 顺着经文做解释 啊 然后 有我的看法再提出来做参考 欧难 我认比丘吃五斤肉 佛对欧难说 欧难啊 我对比丘们说脱脖的时候 如果 有人家供养肉 啊 如果是不见仨 不闻仨 不为己仨 至食 鸟肠 这五种精肉 不得已 可以吃 啊 那么为什么可以吃啊 此肉间我顺利化生 本无命根 此肉间我顺利化生 这是根白问题 啊 你特别注意这一句 啊 那 吃五斤肉五斤肉 你比丘吃的时候 那个肉都是佛 用神通 变化 给你吃的 他已经没有命根 所以可以吃 啊 一般主节都这样写 都是这样说 假如都是这样说的话 跟后边的经文啊 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啊 后边明明是说 奈何如来灭度之后 食众生肉 名为西子 啊 吃众生肉就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了 那么 既然吃众生肉就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为什么 还变化肉给他吃 这不是矛盾吗 既然 到了佛灭度之后 吃肉的 比丘 那就是 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要把他排出去 那么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你变化一些肉 用你的神力变化 无尽肉 给那些比丘们 在佛大师的时候吃呢 伏灭度之后 你就不能变化了 害这些比丘猪吃肉了 那不是笑话吗 所以啊 这一段文啊 你应当要注意 愣眼睛这部经 他的文字啊 好到极点 是没有再好的文字 可以跟他比的 因此之故啊 有些地方 他是会 文条 商议 文很小 因为文条啊 条是巧妙 文字 四个字一句 四个字一句 非常巧妙的文字 文那条呢 会伤害到意义 意义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来 我们在前面经文里面 已经发现过好几次了 例如啊 第五卷呢 要说二十五元通之前 我能请 请佛的法 之中有这么一段啊 若无因此 记忆会 道成 所得 密言 凡从百物 这一位文 无有差别 记得吗 有这么一段文 我能说 如果我今天 有这个因缘 碰到这么好的机会 听到佛的密言 由此 回复到本来的开悟 那跟从前没有文 是没有差别的 跟从前没有文 没有差别 就变成这样子 实际上 差别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道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现在这里说 五令比丘 十五尽肉 此肉皆我神力化生 情况也是一样 这是文太巧了 伤害到他要表达的意义 应当是怎么说呢 这个五尽肉 是佛变化给我吃的 这个话不是佛说 对谁说 比丘自己作想 注意听哦 比丘自己作想 我本来不该吃肉 现在有没有脱脱 有没有东西吃 不得已 吃五尽肉 那我想 这个肉啊 就像佛 为了要 以神通为力 教化众生 要使佛法能够 相识下去 不知断节 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不得已 叫我吃 这个三尽肉 五尽肉 是站在比丘这边讲的 不是佛说的 不是佛的变化 不是佛的变化 死肉皆我神力化身 是说这个五尽肉啊 脱脱的人接受到的时候 你要想到 这就好像佛的神通伟力 不是说化那个肉 听清楚吧 不是化那个肉 是说佛要教化众生 要佛法利益众生 可是你没有东西吃 这个生命不能保持 为了要保持这个生命 来教化众生 不得已 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方便吃五尽肉 这样说 这样说才不会变成佛的 质疑相为 天后互相矛盾 因为吃众生肉 就不是佛的地质 怎么可以变化肉 给众生吃呢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神力化身的意思啊 佛用神通伟力 要他的佛法 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使这个比丘们 能够在世间教化众生 那么比丘要教化众生 他必须要有东西吃啊 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他会饿死啊 佛法怎么能够继续下去啊 那么不得已碰到这种情况 没有吃五尽肉 就不能生货 会饿死 那么为了要教化众生 不得已呀 吃五尽肉 我们想为了要将来利益众生 靠佛的神通伟力 使佛法能够救助 那么为了要教化众生 使这个身体生命能够消息 不得已 吃五尽肉 不是佛变化天女次 不要这么高尚 不要认为 哦那么好啊 佛在世的时候 佛都会变化肉给你吃啊 不是这样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这个看法 我是第一次在客家话讲的时候啊 讲到这里 我看到朱洁 我一直头痛 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后文完全相为 没有办法配合 所以这必定是文小相意 文太小了 相到它的意义 哦 所以这个神力化生 不是说变化肉给你吃 不是说这个肉是佛神力变化的 不要这样看 就是说我们为了要红发 度化众生 没有东西吃会饿死 而不得已 只能吃五尽肉 这是靠佛的慈悲啊 不得已处用的 而这些肉都已经没有命根了 所以本无命根 那么那个没有命根是可以了解的 因为都是已经被杀死之后的事情嘛 那么这样子的文字呢 你婆罗门 地多真实 加一沙食 炒菜不成 我一大杯神力所加 就是因大慈悲 所以甲名为肉啊 让你受用 我一大杯神力所加 因大慈悲 甲名为肉 这些话 先说一般的诸解 诸解他怎么说呢 他说 佛如果是变化肉 给比丘师的话 那为什么不变化菜啊 同样变化嘛 变肉变菜还不是一样变 那你就变菜好了 变香菇米甲好了 为什么要变成肉呢 佛就说 因为印度啊 那是婆罗门国 地啊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蒸 蒸了 就是太干燥 过度干燥 像沙漠之类 沙漠的地方 潮都不会生啊 当然就没有菜 湿 太潮湿的地方 菜也动不起来 所以太潮湿 菜也生长不起来 因为他的地面 多数都是 不是太干旱的 就是太湿的 草菜生不起来 或者是都沙都湿 加一沙湿 很多沙湿 像这个蒙古啊 西藏一带 都是这个沙漠一带 都是沙湿 草也不会生 当然就不能种菜 所以草菜不生 因此佛一大悲心 以神通为力 加倍 不得已 以大慈悲啊 甲鸣为肉 让你吃 大慈悲 甲鸣为肉啊 那是 吃 在这个 不能生长 炒菜的地方 那个地方 一向就是 吃肉生活 那你叫他不要吃肉 那他怎么生活呀 所以这个 尼婆罗门 一般的解释都认为 指印度的 婆罗门教的 这个国家 多数都是婆罗门教 那么指印度 我的看法呀 我认为尼婆罗门是指人 指修道的人 这个话怎么说呢 你要修学佛法的人 假如你住在 地多真实的地方 有多沙实的地方 例如 住在沙漠 在西藏 在蒙古 在高原的地方 他们那边 草菜不生 他们都是吃肉的 不吃肉就没有 他们没有办法收获 所以密调 修密的 他们不讲素食 因为他们西藏 那些地方 除掉吃肉之外 没有其他的素食的东西 所以他们都是吃肉 那么因此啊 这是说 没有菜吃的地方 不在于 只好随顺那个地方啊 方便吃 那么用意识要使 能够 这个 修全佛法 佛法能够流传下去 因此之故 不得已 方便了 假名为肉 那个肉 是个假名 因为已经啊 没有生命了 所以称为肉 那么你得到这个味道 那你就贪吃其味 就认为肉好吃啊 又喜欢吃肉啊 让我们愿意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